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今天首先先来看到选前冲刺 民进党昨晚在宜兰运动公园举办造势晚会 前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专程出席站台辅选 呼吁选民要票投五星级县长林聪贤 而且乡镇市长议员席次也要力拼过半 让县长好做事推动县政 民进党昨晚在宜兰运动公园举办 从地方开始迎回台湾的造势晚会 虽然天空下着雨 仍吸引大批支持者来到场 董事长乐团还特别带来演出炒热气氛 前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专程出席 为民进党所提名的候选人拉台声势 苏贞昌还提到在证件会上 林聪贤有风度要握手 对手却没风度不愿意 人林聪贤有风度 公众建议员传手要握手 说不要握手 实际上的造劾人 那是什么人 靠国民党提名 要握手 连那风度都没有 说不要跟林聪贤官员握手 不要跟林聪贤官员握手 我们选民用更多的选票 把阳阳跪跪跪 把阳阳跪开 好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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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贞昌呼吁选民票投五星级的县长林聪贤 宜蘭市长要选江聪贤 民进党所提名的乡镇市长全上 议员席次过半 让县长好做事 推动县镇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明采访报道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明采访报道